中華隊田徑四強 首戰就打敗韓國 昨天更是大贏澳洲 協下我國32年以來 在世界三大賽的最佳成績 記得何冠義為您說明 中華隊奪向四強門票 準備前進東京 雖然今天晚上還是要對決古巴 但是不論輸贏都不影響結果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要來晉級四強了 那麼接下來的賽事來看到 21號要來對戰委內瑞拉 22號是對戰美國 到了23號則是要來對戰日本 不過這一次中華隊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來看到12強賽 它這個是對史最佳 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是拿下了第五名 那麼這一次直接改寫了 對史的最佳成績 不過在一級賽事當中 中華隊上一次打進四強 可以說是32年前的事情了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 中華隊是奪下了史上 首面的棒球銀牌 那麼這次是時隔32年 再闖一級賽事的四強 不過跟台灣相反命運的韓國隊 就非常的慘烈了 外界就指出 有沒有可能問題是出在 總教練柳仲義呢 因為在2017年 2023年的這個經典賽 第一輪御賽 他們都直接吞下了敗仗 這一次甚至還罕見提早八天 抵達台灣要來熟悉賽場 甚至還和台灣來展開了友誼賽 甚至韓國隊這次做好了十足的準備 他們有對台灣的投手林玉銘做戰略分析 有沒有可能是未能以最強的陣容來出賽 當然是非常的類似的 這個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 尤其像是北海岸 台北山區 宜蘭要特別防大雨出現 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之後 我們依然是受到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可以看到像是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以及中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偶雨出現 尤其在陰風面 雨勢會特別明顯 到了禮拜五之後 其實這個水氣會稍微的減少一點點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局部地區 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較大的雨勢 但是到了週末兩天 可以說這個天氣會變好 我們的水氣減少 尤其呢這個雨勢 也會有一個明顯趨緩的趨勢 那麼另外在看到溫度方面呢 其實基本上今天是一個大降溫 低溫是來到了19 20度左右 禮拜二還會再降個一兩度 可以說可以整個禮拜 都是在20 21度左右徘徊 溫度是偏低的 可能要到下個禮拜 這個溫度才會有回軟的趨勢 而另外氣象回答就說到了 其實歐美模式 他們是同步預測 11月27的前後 可能會有一波強冷空氣要再報導 這有沒有可能是入秋以來 首波大陸冷氣團呢 有待觀察 每一會太大笑 每一會兒才能到達的 2023日 最後還會 再次同步 這個月 每一會兒 每一會兒都會 每一會兒